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法師 大家阿彌陀佛 看課本二十七頁第二段 前面講到八正道 法法相因 法法相依 那這裡講 依緣起而修行的 那底下有個瓜糊 禍世帝 那我們說緣起世帝中道 它就是一回事 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說 緣起重點就是在說明 有情的身心與性命 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就是身心性命的現象是從哪裡來的 就叫做流轉的 那麼這種的流轉的現象 它會產生所謂的苦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不受苦 所以緣起 緣無明有行 緣行有事 從佛法來講 它就是所謂的 那麼從時間流上 那過去 現在 未來 所以布派裡面把這個緣起 那麼說成 就是特別是 我們比較流行的三四兩重英國 叫做奮衛緣起 布派裡面把緣起 那有講四種 插那的緣起 遠敷緣起 連續緣起 遠續緣起 連敷緣起 還有一個就是奮衛緣起 奮衛就是把我們的身心性命 從三四的時間流上去看 那麼有所謂的過去的夜 形成現在的夜報 現在的夜報生裡面 又不斷造業 又形成未來的生死 就這樣 那這個是佛法裡面說 或夜苦 或夜苦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 這個叫做素則說 從時間流上素則說 那麼四地 基本上是從苦 這個夜報 這個苦 是怎麼來的 從因果 因果這樣講 世間的因果 出世間的因果 那麼緣起是 過去的因 導致現在的果 現在的果又不斷造因 又導致未來的果 這個是素則說 世地是這個果 叫做苦果 苦果的因是什麼 就直接 苦果的因是什麼 就是業跟煩惱 那麼如何滅掉這個業 那形成 才能夠去掉這個苦 就是滅跟到 這個是橫著說 我們稍微講一下 講這個概念 運順導師說 緣起是素則說 世地是橫著說 忠道是儲宗說 忠道儲宗說 這個是阿涵經本身說的 好 那麼緣起他是這樣 我們說 禍業苦 禍 導致於業 我們這個生死五蕴生 就是夜報生 五蕴生是夜報生 五蕴就是夜報生 五蕴就是夜報生 五蕴生心 他就是夜報生 這個生命 生命本身是夜報生 那通常 夜報生是由過去的 這個是過去 這個是現在 這個是過去 這個是過去 過去的夜 過去的夜 過去的煩惱 那麼造業 過去的煩惱 那麼造業 煩惱會造業 夜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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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爆 那麼就會受爆 夜成熟就會受爆 就有這個夜報生 那麼造業 造業 基本上造業 造業之後 會有怎麼樣 會受爆 這個是爆 煩惱 造業受爆 夜成熟 夜成熟 就受爆 受爆 受爆就有什麼 就有生命 就有生命 產生 出生 出生 那麼出生 就在三界六道 不一定看你的三界二葉 你就在三界六道 你會出生 出生之後 一定會生命出現 一定會怎麼樣 生命終結 死亡 他一定會走向死亡 有生 無不死 沒有那個不死的 只有比較慢死 一定會死 那麼就是生命的終結 就死亡 生命的出現 到生命的終結 生命的出現 從生命的出現 到生命的終結 那這個過程 從出生到死亡裡面 從出生到死亡裡面 他一定會有所謂的 生 跟心的痛苦 生 有老病死 生有老病死 他一定會有所謂的苦 那這個苦果 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 它就是我們的生命 在這個生死之間 那麼這個苦 有一定會有生的苦 跟心的苦 苦就兩種 就感受的 感受的部分來講 就是兩種 苦是一種感受 叫做苦受 心裡面的 身體裡面的都有 那麼生就有所謂的老病死 生理上的變化 老病死 從出生之後 就一定是這樣 生有老病死到死 到死 那麼出生到死 他有老病死 他有老病死 心的變化 會有什麼 會有 憂悲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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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時候叫做 怨憂悲愛別禮求不得 好 那麼就會有這些苦 就會有這些苦 不可能沒有 一定有苦 那麼這些苦 是因為不斷無常的法則 你一定會漸漸出生了 那這個苦 就一定會有老病死 那麼事情會不斷的變化 所以會導致你有 會有這個 所謂的憂悲腦的苦 怨憂悲愛別禮求不得 那麼這個是因為無常 所以後來叫做無常故苦 無常的法則 而一切時間 刹那身刹那面不斷在變化 那麼由於這個苦 由於這個苦 那麼就是他一定會產生苦 那這個苦本身 因為是無常 這個叫做行苦 這個叫做行苦 諸行無常 千年不斷的變化 叫做行苦 那行苦裡面一定有 一定有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苦苦跟壞苦 所以苦的三種 行苦壞苦 苦苦壞苦 比如說肚子痛本身就是苦 那你到地域裡面它就是苦 你升到天上天上的時候不苦 掉下來就苦了 你沒有錢本身是苦 現在有錢 有錢不會一直有錢 忽然之間沒錢了就苦了 那這個叫做壞苦 這個人跟你很好 你不苦 這個人本來跟你很好 後來跟你不好 你就苦了 壞苦 那所以一般苦又叫做 苦苦壞苦行苦 那通常玉界的眾生苦苦苦壞苦行苦 天上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苦苦壞苦行苦 那麼無色界的眾生沒有壞苦沒有苦苦他就是行苦 他出生的時候不苦 到他死之前他都不苦 死了之後掉下來才苦 那麼這些基本上就是我們說的苦苦 那樹這說是所謂的緣起 這裡就是什麼呢 這裡就是我們說無明行 那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那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就因果因果的相許 那也可以講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這個因這個是果 那又有以业为因而造作苦果 就这样 那么无名行事 如果从奉位元起来讲 奉位元起 就是三四两重因果 奉位元起它叫做这样 分阶段的 所以数着说就是这样 无名行 这个是祸 这个是业 生行 口行 义行 叫做生业 口业 义业 这个是祸 这个是业 事跟明色 这个五蕴生息 就是什么 就是业报生 就是这个业报生 那他出生了 他就必然会怎么样 后面 他就必然会怎么样 有这个五蕴生 这个就是生 有生必有死 是 明色 色 明是受想行 色 受想行 是 就五蕴生 就是五蕴 是 明色 那么明色 这个又怎么样 那这一生苦 苦完了就完了啊 没有 再继续造业 又下一生的苦 只要下一生的苦 生老死 悠悲 老苦 那怎么来的呢 生老死 悠悲 老苦 最后一个是这样嘛 最前面是五蕴 那这个是下一生的 下次的 下一生的 这个是前生的照来的 那么 所以你来的时候 这个四明色已经 这个五蕴生 已经是带着五蕴跟贪爱来了 带着业 一业有轮回嘛 那这个业是贪爱 贪爱 由贪爱 相应的业 那么才会导致于你出生 那你这个贪爱 如果是欲贪 你就生在欲界 如果是色滩 你就生在色界 如果是无色滩 你就生在无色界 那我们现在这个五蕴生 是欲贪相应的业 所以行是业 但是从因来讲 它是贪爱 它是欲贪相应的业 所以出生才为人 人才有五蕴 色无色界就不一定是这样 那么怎么样 这个是告诉你 你是怎么来的 你如果没有透过修行 把这些断掉 你未来又会这样 又是这样 生老死 又生老死 又生老死 那么 名色怎么造业呢 我们现在怎么造业 透过感官 所以就是什么 六路 这个是感官 严而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会触法 因为我们对这个 还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要尽量 让大家很明白 严而鼻舌生意 所以我们这个 我会讲的比较细 严而鼻舌生意 色身相会触法 这个叫做六根 这个叫做六层 或者是近 六层近 六层 那么六根对六层的时候 会引发六四 会四 心四会产生作用 就会有六四 那么根层四 这里就有四 就会引发六四 眼睛面对射程的时候 心通过眼睛去了别这个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眼四 那我们就直接讲心四就好了 就是心四会产生作用 四是了别的作用 了别这个射程 了别这个生成 像现在我在讲话 你们听到我在讲话 那么你的心在起作用 如果你想到其他地方 天而不 就是天而不闻 那么也有 或是你四而不见也有 那是你心跑到其他地方去 在想着其他的事 如果没有 那么你的心 现在正透过你的耳根 在听我讲的声音 这些声音 它只是声音 那么它必须透过你心的了别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意识分别在讲什么 好 那么之后就会产生什么 根成事 所以无名形 四名色六路 就会产生心理反应 叫做触 那么就会产生触 触就是心所 就是我们的心理反应 我们的情绪反应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心的反应 我们把它叫做心所 触 那触里面包含三个 叫做受想失 失就是行心所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意志作用 叫做受想失 那加起来就是受想行事 就是五运 那这个合起来就是触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无名形事 明色六路触 触之后就会产生受 那你说不是有受想失吗 怎么直接受 受是根本的 因为受是情感作用 把这个擦掉 这个苦里面 这个是苦苦 这个是苦 那苦里面有所谓的 这个就是行苦 这个就是行苦 无常苦 所以佛陀说 虽然有苦受有热受 但是主要其实 无常所以就是苦 所以我们才会讲 无常故苦 那里面就有所谓的 苦苦跟坏苦 都在行苦里面 好 这个我们来看这个 那么受是 这个是新手 新手包含三个 他做受想失 那后来在部派里面 给他多一个 叫做作意 出作意受想失 变成五片血 那我们就不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主要的 阿含经里面说的 那么受是情感作用 他主要是贪爱的原因 他是情感的作用 心手 就是我们的情绪 主要都在这个受 所以受是很 造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样 我们有苦受有热受 苦受就起贪爱 苦受就起嗔恨 热受就起贪爱 贪跟嗔主要都从这里来 那想是我们的认知作用 就是心手里面的情感作用 认知作用 失是我们的意志作用 所有的心手 除了受跟想之外 其他不管你什么样的心手 都在行心手里面 行心手里面最主要 最根本的一个心手 叫做失心手 它就是意志作用 会不会造业 是由这个来决定 但是一开始是由这个 然后有这个 有种种的想 比如说 欲想会想 欲想会想之后 有嗨想 那么由这个去执行 这个去执行 所以这个是意志作用 那一方人就把这个 叫做知情意 知情意 就是我们的心 心理反应 心理作用 我们的心理作用 基本上主要有这三个 叫做知情意 好 那你看 所以因为这个是主要的 他那里的主要原因 是在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认知 就是取向 取向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 比如说 你愚痴的部分 我想 人想 众生想 受者想 在这里 欲想 会想 害想 在这里 那么 你这个受之后有想 或是想之后有受 都有 但主要都由这个 都由这个 来执行 来造业 那么 从受 那么受 受之后 想 吃之后 造业 就有什么 它就产生烦恼 烦恼叫做什么 叫做爱 把这个拿着 后面拿着来写 你看哦 因为我要跟你讲 所谓缘起是素的 缘起跟四地到底有什么关系 要讲这个 好 那么 处受 受之后 这个爱是烦恼的代表 烦恼的代表 这个是贪爱 它包括贪跟乘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面对心面对境界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样 心 我们的心 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这个六根 面对六成 那么主要是 这个在作用 主要是这个在作用 叫心意 我们又叫心意识 心 主要是心 但是心作意 相讯 前念后念相讯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有力量 它决定要做些什么 那通常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意 我们一般叫心意 事 事就是了别 心是根本 那刹那的是心 同两个地方说 刹那生命的是心 前念后念相讯的是意 那么由前念后念相讯 而反生了别的是事 那么所以 那么这里又叫做 集起为心 一部派的说法 集起为心 所有的心不断的生起 那么相讯 或者叫做 刹那生命的是心 生命的心 生命的是刹那生命 然后意 思量为意 就透过 那么相讯 这个是思量为意 所以叫做做意 那么从 从它的时间点上来说 前念后念相讯的叫做意 念念生命的叫做心 那前念后念相讯的 前念后虽然生命 但前念想的也是他 后念想的也是他 相讯了 那么这个叫做意 那这个就是了别 这个就是了别 那必须相讯思量才会了别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心意识 从这里来说 这个爱 那爱通常它是这样 就是心在对境的时候 我们说心面对境的时候 你这个五根 它只是了别 到最后都要到一 这个后来都变成所谓的法成 就是我们看到只是看到 它的资讯收集到里面 由这个意来做决定 来看到是什么 分别是什么 所以重点在这里 那么这个心面对境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面对这个境的时候 那么它通常两种情况 通常是两种情况 就是可爱境不可爱境 可爱不可爱 可爱可以可念 我喜欢不喜欢 可爱境 不可爱境 比如说你看到 你看到黄金 看到大便 大便不可爱吗 看到你喜欢的人 看到你不喜欢的人 那么听到喜欢的声音 不喜欢的声音 闻到香味 闻到臭味 反正就是这样 就可爱不可爱 它通常就会产生 产生什么 产生心理反应 就是心理作用 那心理作用 通常主要 主要有两个 那么可爱的 就会跟这个相应 贪爱相应 产生什么 产生贪 不可爱呢 就是产生嗔 心里面不高兴 不欢喜 心里面欢喜 那这欢喜里面 通常分几个层次 叫做欢喜 赞叹懒卓 这个摊里面 有三个层次 喜欢 好喜欢 非常喜欢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通常它分成三个层次 叫做欢喜 赞叹 懒卓 那代表就是魔王的三个女儿 大女儿 二女儿 三女儿 很经常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个 他 那么称就是反过来 厌恶贤弃薄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的 那如果是称的话 它基本上也是三个层次 厌恶贤弃薄 那其实它就是不同 贪的不同程度 一级二级三级 这个是三级如果比较多的话 还是一级比较多的话 就是三级二级一级 那么厌恶贤弃薄 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 杂阿含经里面说的 好 那因为贪跟称 合起来其实就叫做贪爱 其实就是爱 它就是爱 它就是贪爱 贪爱不成才起称的 所以它的代表就是贪爱 就是贪 那就是这里 畜受爱 那么到这里 爱有这三个层次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欢喜 赞叹 兰卓 他那有三个层次 欢喜 赞叹 兰卓 兰卓有时候叫渴求 喝水要一级要找水一样 那么心里面一直在那里 不舍 所以之后就怎么样 如果你从这一级到这一级到这一级 你都没有察觉也没有去调服 那么它就会进入下一个层次 叫做什么 取 取 所以叫做爱 爱 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取 把这个擦掉 爱下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取 那么 等到你变成取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 你的无名状态比较深 那么你的情感 我们说有情 它就两个 生命叫做有情 生命现象叫做有情 三界六道的生命现象都叫做有情 那么有情的状态就是 有情爱 有情事 那我们把它叫做贪爱 贪爱 贪爱如果转化 这个是跟烦恼相应的 烦恼相应的 我们讲它叫贪爱 不跟烦恼相应的就不叫贪爱 叫做什么 叫做慈悲 透过进化 透过转化 它就叫做慈悲 所以 情爱 情爱转化 就变成大悲 就变成慈悲 那么 有情事 事 是虚妄分别 事 就是虚妄分别 但是 爱跟事 只要是这两个 我们叫做 情爱跟情事 有情爱 有情事 叫做有情 那么事 基本上 就是无名 这个是从凡夫说的 从凡夫说的 因为我们 因为有情有分两个 凡夫跟圣者 凡夫跟圣者 他后面会讲到圣者 我是要尽量给你们说清楚 那么从各个角度 跟你们讲清楚 那么凡夫跟圣者的不同 那圣者就叫做绝有情 他圣者叫做绝有情 凡夫叫做谜有情 谜啦 谜思啦 他叫做绝有情 他叫做谜的有情 所以 他是从谜到绝 从谜到悟的状态 好 那么现在 我们从凡夫的立场上来看 就是有情爱 有情事 那情爱 就是跟贪爱相应的 情事是跟无名相应的 情事的门媚 不知 所以就会产生情爱 就是贪爱 那所以贪爱又不知 产生贪爱的时候又不知 那么就会 当你一直贪爱而不知的时候 就表示你迷失的很严重 你已经走错路了 你还一直走就表示 你根本就不知道走错路 好 那么这表示你的迷蒙 就是蒙媚的状态很严重 那么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 假设 假设 如果你这个进化 我们说 如果他产生转化 产生进化了 那么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慈悲 慈悲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智慧 如果他进化了 他就转成大悲 大慈悲 这个进化变成大智慧 那佛就是慈悲跟智慧圆满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你现在不知道 不断的从 越来越严重 就好像你病 越来越严重 从一级的到两级的到三级的 昏迷从一级到两级到三级 三级是最严重的 那就表示什么状态 没有药可以医 或是不知道怎么医 那么 那就有所谓的曲 所以这个曲就两个部分 从情爱的部分 从情爱的部分 这个曲叫做 仅曲戒进曲 观念 这个就是观念 见曲 它都是跟无名相应的 跟戒进曲 拦着 只取 取就不舍 取就是拦着不舍 没有办法脱离 你但凡能够在这里舍 你就不会进入下面两个 这里舍 你就不会进入这个 那么你揽着的时候能舍 你就不会进入这个 你已经不能舍了 就没办法了 所以它就有变成 见曲 借进曲 然后什么 然后我与曲 我与曲就是什么 就是我见 那么 欲曲 欲曲就是我爱 对五欲的直曲 对自我身心的直曲 对五欲的曲曲 这个就是我爱 我爱我 我见我所见 我爱我所爱 那么你之所以 我见我所见 我爱我所爱 非常的强 那是因为 你不知道是错的 不知道有错 不知道这样是错 那么就算你知道错 你不知道怎么样离错 你现在知道迷路了 可是你不晓得 我要怎么走出去 那个方法错误 你知道这条路错 结果你转另外一条路 还是错 那个就叫借进曲 方法不对 你知道有苦 你知道要离苦 可是你离苦的方法错误 那个就叫借进曲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那么见曲就是 你观念上错了 那么你认为 你认为这样就是涅槃 或是不是你认为 一般我们讲62种邪见 那你认为这样的观念 你认为这样的 这个方法就是正确的 是正法 一般我们说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就是在见曲里面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在借进曲里面 好 那你有曲啦 那你如果你不曲 你在欢喜战旦然着 你不管是哪一级 如果三级是最强的话 你起贪 如果在这里 你不迷思 你知道有贪 知有贪 你觉察 在这里起觉察 在这里起觉察 觉察就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舍 你会怎么样 觉察第一个就是 有贪之有贪 我有烦恼 我要除这个烦恼 有贪之有贪 你看到自己起贪 有称之有称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你就不会有这个见曲 一直在这个五欲里面 五欲里面 那依我见其我爱 那么有贪之有贪之后 要能个怎么样 要能够思维其过患 而能远离 有贪能离贪 有贪能离症 就进入 不能只是知道 能离贪 有贪能离贪 你不能只是知道自己有病 有病能治病 你知道有病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药 我去看了医生的没办法好 那个都没办法解决问题 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你还要有贪 能离贪 第一个你要离贪 所以要换 知其过患 所以它叫做未换离 这个叫做未 有贪 有贪之有贪 有贪是叫做未 有贪叫做未 有贪跟有称都叫做未 未酌烦恼 未酌烦恼 就懒卓嘛 懒卓 这个是未 未 那你一旦不管你在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的贪案 那么你都能够察觉 至少在这里察觉 在这里不察觉 这里就不知不觉了 那么你有贪 你这个叫未 有贪有称叫未 那么未之后 你要有意愿 你要起这个意愿 因为你也是由这个心 也是由这个心意 也是由这个心来懒卓的 所以你必须现在由这个心要处理 你因为你这个心去懒卓 这个五欲 这个烦恼 你必须还要用这个心去处理这个烦恼 去想要处理这个烦恼 你才有办法 就好像你用这个心去造月 你还必须用这个心去忏悔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要思维其过患 患就是什么 慰就是懒卓 那懒卓要知道 你要先知 知 而且知 知其过患 就是我们知道懒卓这个贪跟称事烦恼 它就是毒 它会伤害我们的生命 它就是贼 它会让我们丧失功德 就这样这个 所以你要知其过患 知其过患要接着要什么呀 要能够远离 而能远离 那么能远离就表现 第一个你想远离 所以你第一个要发出离心 你要能远离 第一个你要发出离心 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就是你要能远离 能 能远离是什么 能远离就是你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你有对治这个病的药 你要先抢 你要先抢我有这个病 这个病会让我受苦 现在就受苦 或未来会让我受苦 所以我必须去把这个病看好 先起这个心 这个心叫做什么 这个心叫做 趋向解脱的意愿 我们就叫做出离心 出离苦的心要先出离烦恼的心 你不出 因为烦恼是从 苦是从烦恼来 苦是从夜来 夜是从烦恼来 那么你不出离 你不出离烦恼 你没办法出离苦 所以你要有出离烦恼的心 这个叫做趋向解脱的意愿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 其实我们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但是我们没有出离烦恼的心 你说趋向解脱不是要出离烦恼吗 我们很多人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但是没有出离烦恼的心 为什么 我只要好好念佛 往生极乐事件 我就出离了 所以你趋向解脱的意愿 没有跟出离烦恼的心结合 没有 所以你不会管 我平常有没有起烦恼 起了多少烦恼 那又怎么样 以后我往生极乐事件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 个人生死 我才不管你们 你一样起烦恼 但是你这个烦恼增上 你未来你就是不能得解脱 也不能往生 所以以前佛陀时代 你要出离这个苦 出离这个生死 你要离苦你就必得要离烦恼 那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我只要好好念佛 往生的时候 这个西方三圣来接我 我就离苦了 所以他不用离烦恼 那这个观念会让我们就一天一天过 增长烦恼 你不管你有多少烦恼 反正到时候阿弥陀佛会帮我 会帮我 我一下子就都解决了 我横出 不是的 真的 你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处理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这个我们就叫做出离心 这个我们就叫做出离心了 我们把这个趋向解脱的意愿 主要是意愿 意为主导 意为心为主导 这个心坚定不变的心叫做意 叫做愿 叫做意愿 一切把心为主导 那么造业的根本 意为先导 叫做意愿 所以你看那个菩萨都要发愿 发心作愿 都要这样 修行即到 发心为主 这个修行 你要修行 要入道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修行即物立愿居先 一般我们这样讲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这个应该是禅宁保训里面说的 还是什么 不是 这个劝花菩提新闻里面说的 劝花菩提新闻很有名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只是你发什么心而已 你都要发心 你没有发心 你那个力量起不来 因为是心在造业的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入道要门发心为主 修行即物 解脱的意愿 那么之后要能远离 能远离必须什么 必须要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这里讲到 要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解脱就是不受烦恼的束缚 不受业的束缚 不受苦的束缚 有烦恼就有烦恼障 障碍你解脱 有业就有业障 障碍你解脱 有苦就是有暴障 障碍你解脱 叫做三障 愿消三障诸烦恼 怎么样才能得三障 三障诸烦恼呢 要有智慧真明了 这个就是让你知道的 所以我们回向不是这样念的吗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 你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最初是觉察烦恼的能力 那个叫智慧 那么有能力去控制你的烦恼 那个叫智慧 有本事去调伏你的烦恼 那个叫智慧 那么最后能够断除你的烦恼 那个就是纯粹的智慧 所以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圣言老师不是讲过吗 智慧不起烦恼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真的就是 你有没有智慧 不是看你会不会讲经 如果我现在这么能讲 也不是一定就有智慧 那个就是知识 真正的智慧表现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不起烦恼 起了烦恼马上知道 知道的有能力去调伏它 有能力控制它 最后甚至能够断除它 那个就是智慧者 智慧的人 智者 所以你要知道 先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然后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就是深口意 清净 基本上就是这样 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现在都还在讲圆起束的 等一下会讲恒的 我们要现在 因为这里是要跟你讲起束 圆起是束着说 四地是恒着说 两个是一样的 中道是处中说 好 那你看 讲到这里来 爱取 那么爱取 取后面是什么 取后面就是有 这个叫六根 这个叫六成 这个叫根 这个叫成 跟成合合会生四 好 那 如果你在这里 通常要在这里就觉察 一般来讲 觉察在哪里 在这里 起心动念你就觉察 如果你在这里就觉察的话 我们看 我们一个一个看 重点在这里 修行的重点在这里 修行的重点在这里 就在这三个而已 你这一世怎么修行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是你来就是这样 那么你过去已经来 你再回头 你也没办法说 回到从前没办法 你就是这么来的 你就是带着无名跟贪爱来的 你就是医业有轮回 你就是长成人 你就是无运 无运里面就有感官 感官就会有作用 那这个是没办法 凡夫圣者都一样 到这里来 只要是来到这里的人 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无名容许有多少 业力容许有多少 但是你作为人 就是有人的业 好 那么差别 下一辈子的差别在这里 修受爱在这里 那么修行的关键也在这里 好 那你看 你要能力强 你要有觉察 你的觉性高 你的善根深厚 我们说一个人善根深厚 不是 不是 他天一遍大背作 他就会背 他能演奏 三天就会背 不是 他们做梦的时候会诵经 不是 做梦的时候会打手印 不是这个不是 看到佛就会拜 从小就吃素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善业 不是善根 善根是什么 无贪 无辰 无痴 觉察 烦恼的能力 控制烦恼的能力 调服 烦恼的能力 断除 烦恼的能力 这个叫做善根 善根是 无贪 无辰 无痴 三善根 那么在哪里显现 在处 处就是这里 处就是这里 因为这个是凡夫圣者都一样 凡夫也了别 听到的声音也一样 他看到大便也知道大便是错的 胜者也不会 嗔者也不会说 闻到大便说大便好香 不会啊 他也还是错的 他还是错的 臭了他也会远离啊 一样会啊 那么圣者被毁谤的时候 他也知道这个人在骂我 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声音啊 他也会想办法远离啊 佛陀不就讲吗 有一个人一直去骂佛陀嘛 佛陀跟他说 你送礼物给别人 如果那个人不收怎么样 我就收回来啊 你送给我那么多 我都用不到 你收回去 他也不要啊 他也能分别啊 凡夫跟圣者在右跟面对六境的了别上是一样的 当然是心里面所认知的是不一样 这个是桌子 佛陀来看也还叫做桌子 我们看也叫做桌子 佛陀不会说这个是椅子 不会啊 一样 所以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这个处的时候 如果是阿罗汉 他就叫做明 明相应 那如果是凡夫 圣者他会有明相应 如果是佛陀跟阿罗汉 那是完全的明相应 如果是出国 恶国 三国 就少分的明相应 那如果是凡夫 他就叫做无明相应 所以有明相应出 就是你的心 假是觉察的 还是迷失的 就叫做无明相应 那通常在这个地方也不容易 在这个地方也不容易 多数的人是无明的 所以他在感受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这里来 就进入到苦受热受来 可爱不可爱 分别 然后起贪 起撑 当你起贪 起撑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无明相应 烦恼相应 那无明相应没关系 接下来你要了解 有贪只有贪 就进入少分的明相应 那么如果你一直都在无明状态 到这里都在无明状态 到这里就没办法了 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要在这里出 送 出 一般没办法 要从送 那送起烦恼之后 那烦恼有三个层次 你都没有察觉 你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叫做取 那么一定包含的见取 借进取 烦恼 我以取 我见我爱 这个是我见我爱 那么一定是你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非因计因 非果计果 你才会进入到这个 因为你没有能力嘛 你没有方法 没有能力 也不知道 要离烦恼 你不知道 所以 你要未患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离 知其过患而能愿离 那这个就是佛法的修行 叫做未患离 我们先下课等一下继续讲 就不要擦 我师弟还没讲